我要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我願意接受選對會的青睞跟徵召 代表民進黨來參選桃園市長 這是一個榮譽 也是一個責任 我會承擔下來的 好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剛才我看過了 林錫耀秘書長跟林志堅市長的記者會 那在這邊我要跟大家來報告 今天我特別打上了柯建民總召 送給前一段時間我擔任幹事長的領帶 那柯建民總召也用這一條領帶 來鼓勵我們新的一代 從政就是要大局承擔 那這一段時間 那我看到林志堅市長 他承擔了最多的壓力跟最多的委屈 他承擔了這個責任 那我非常佩服他 我也願意全力支持他 那下一個階段 那我要支持他的事 從世界看臺灣 現在必須要從臺灣來看世界 這個時代 世界對臺灣有更多的需要 需要臺灣扛起更多的責任 因此桃園跟新竹 一起進步 一起發展 就是這個時代我們必須要去為臺灣完成的 這也是當初我歡迎林志堅市長 他有了八年在新竹市的成功經驗 我歡迎他來桃園服務 這就是我當初支持他的原因 那今天由我來承擔這個責任 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鐵三角還會繼續存在 桃園市有 我鄭文燦市長的成功政績 那還有林志堅市長 那一起來服務 我們這個鐵三角還會在 換了一個角色 我們速度會加快 那由鄭文燦市長 林志堅市長和我 一起來讓桃園跟新竹一起發展 這個責任我們扛下來 請大家放心 請大家放心 那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我會依據我的經驗 整理鄭文燦市長成功的政績 那和林志堅市長 他這段時間創新的政見 我會花一小段時間來整理 那我也相信 用鄭文燦市長的成功政績 再加上我們 我和志堅的這個經驗 我們會把政見 然後繼續按部糾班的來推動 我本來就是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所以這樣的一個團隊 我們無縫接軌 然後換個角色 會速度更快 請大家也不用擔心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 這段時間的確選舉有點逆風 但是逆風常常會讓我覺得 有點涼快 逆風也會讓我們速度加快 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們全力來協助林志堅市長 他專心的捍衛他個人的清白 和捍衛他的權益 那我們也希望說 所有支持林志堅市長 跟鄭文燦市長 和我的朋友 請大家放心 那最後我也要告訴大家 告訴支持林志堅市長的朋友 他們可能會很捨不得 我們都很捨不得 那請大家把捨不得的眼淚 暫時放下來 等我勝選的時候 我們在一起掉下來 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會堅定向前 感謝大家 好 謝謝 我們可以再跟你們 可以測的時間嗎 總共有跟你表達過什麼立場嗎 今天就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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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謝謝 quiero 散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